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朋友第一次來的? 有 我好快說一說 又說 算了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 因為我怕不說 他們不知道什麼 沒頭沒尾 我們好快說一說 所有的佛 記得是人修行而成的 不是天上跌下來的 這個你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們這本經 就是佛陀說的 他為什麼要說呢? 是因為他為了他媽媽 要告訴他媽媽 佛陀出生沒多久 應該是說他未成佛之前 是一個太子 這個太子應該繼承皇位 只不過他看到這個人生 不斷在輪迴當中沒完沒了 他覺得這樣實在太無聊了 無解脫之日 所以他就出家修行 靜悟了之後 成為一個大覺者 這個大覺者翻譯了我們中文的言語 就叫做佛 所以這個佛的意思就是一個覺悟了的人 但如果用覺悟這個字去形容佛 層次好像很低 大家都有覺悟 難道大家都已經靜悟成佛嗎? 所以這個佛這個字 用了我們中國人的字裏 就沒辦法用覺悟 用智慧去形容 所以是佛 他媽媽死了之後 他一路以來出來弘法 但是他心裡都會記掛著媽媽 他何時回到天上 告訴他媽媽為他媽媽講經 因為他成佛 他已經有神通 上天落地 他也有這個本事 所以他想那個天是什麼天呢? 那個天叫刀離天 你們手上這本經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生字 你看一看 打開第十一頁 你見到樹芯邊的刀字 你說不懂得怎樣讀 那你就看回一百九十頁 這本經文的最後來 一百九十頁再揭後一頁 你見到有生字月音表 那你就看看第一品 因為《地藏經》總共有十三品 十三品就是十三個chapter 十三課 那就是第一品就是第一課 那佛教裡面 他將那個天分得很小的 就不跟我們其他人說 去天堂了 去了天國了 不是的 他分的天分得非常細緻 佛陀他媽媽死了之後 他就去了這個刀離天了 那佛陀他自己即將要進入涅槃了 涅槃的意思就是 他要拿人間的壽源示現給人間看 縱使他成了佛 他都會死的 所以他在死之前 他去上道離天 講這個佛經給他媽媽 這個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他要告訴他媽媽呢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秘密 意思就是 原來一個人 因為他的福報好 你想想 一個大國者 佛陀也借他媽媽的肚 來到這個世間 這個女子 必然他本身的福報是很厚的 所以他死了之後 他自己這個福報 讓他去生天 以我們中國人過去的習慣 以為新到天堂 就可以探探 從此之後 一了八了 原來不是的 你在天上的福報一完之後 你要回到人間 但回到人間 未必一定是好事的 為什麼呢 在佛法裏面說 什麼人可以生到天上 是很清楚的 半點都沒有含糊的 譬如是說 人呢 要在這個十善裡面 所有的宗教都說 道人向善 什麼叫善 有些年輕人搞不清楚 拿把刀和朋友一起去砍人 這些義氣都是善 是不是呢 那或者有些人說 我賺錢而已 通鴉拐騙 賺錢而已 他覺得是賺錢而已 他沒有覺得自己是做錯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善 所謂的善 的價值觀 那條底善 沒有人告訴他 怎麼為真正的善 很多人都說 雖然是這樣 這個是殺人犯 但是呢 他的心底很好 他都不是那麼差的 那個善在哪裡呢 不一樣的 佛法就是把這個善 說得很清楚的 他說你的人生裡面 什麼亂都好 你不要過了這個十善 過了十善的事呢 就叫做十惡 你就不要去做 因為你一度做了十惡的事情呢 日後呢 你要為你自己這個行為呢 要付出相當大支代價 而這個這麼大的代價 一定是讓我們在很苦的環境裡面 廣東話說得白一點 那條債要來要你還要你去背的時候 未必背得起 所以 佛陀他就會跟我們說 人在這個十善的範圍裡面 你在人間做了什麼十善 就可以去生天 那譬如是什麼呢 好了我們開始講了 第一 不可以殺人 這個為之不殺 不殺是說不可以殺人 天上飛地上走水入便游的 他們存在不是食物 通常我們說生命的時候 普遍的人只會想起人 或者想起你家裡的隻狗狗 貓貓你的寵物 很少人會把生命連帶起想起 天上飛地上走水入便游 原來都是生命 他們存在的原因不是給我們人吃的 但是因為我們人 尤其是中國人 吃到沒得好吃 買東西都拿來試的 原因就是我們搞錯了 以為天上飛地上走水入便游 都是一個食物 它的存在是為了供我們人類口腹之肉 那你就搞錯了 當然在這裏有些人會問我 那你是不是叫我去吃齋呢 應該他這樣說 特別為我們而去殺的 我們不好吃 因為那條素 譬如中秋了 黃油蟹來了 哦 哪一個你很喜歡吃黃油蟹的 來來來 今晚特地請你吃黃油蟹 即是特別為你而去殺的 你不好吃 因為那條素你要背 又或者這盤人見你面青青 扔隻雞給你補身 你不好吃 另外一個環境之下 你不好吃的就是 血淋淋的 要你自己去湯 或者你看到血淋淋去湯 你不好吃 第三個環境之下 就是你聽到他哭 聽到他叫的 你不好吃 離開了這三個環境之下 勉強讓我們嘗試吃 這三個環境之下 我們叫做三靜肉 你說說來說去 我甚麼都不記得 一會兒這個不好吃 那樣不好吃 簡單說 新鮮生蠻的 你不要去吃 去超市買的那些 即是已經處理了 一早和你湯點了 那些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這個不是自欺欺行 這個是說 因為人如果 當我們以為 天上飛地上走 水裏游的生物 是老縫給我們人吃的時候 你慢慢就會斷了這個叫大悲心 大悲心一斷了的話 人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都完全是條件反射的 即是說 大家是有那個叫做 情愛的關係 我喜歡你 那就好好的 但萬一 情愛不在的時候 經常打開報紙都看 搞出人命 或者傷害別人 或者因財失異的 還死 打到你死我活 兒子之間 大打出手 或者上到去 這個法庭對保公堂 這些事情 經常都有的 是吧 為甚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 當我們斷了大悲心的時候 我們對一切的東西 我喜歡的就可以 對我有傷害的 我們那個 親心非常之重 嚴重的可以傷害人 再下來的會傷害自己 為甚麼西醫經常會說 你患了癌症嗎 尤其是乳癌 苦科的癌 通常都會問你 這個癌症發生之前 你家裡有沒有發生甚麼的加變 有甚麼特別傷心的事故 為甚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負面情緒 是可以讓我們的生理 的細胞出現變化 簡單的說 親心一起 很多病 就生了 所以 無論是保護自己 或者是保護其他生物 我們一定要維持著一個大悲心 在這個大悲心之下 你說有些人是真的吃不到齋的 吃不到齋的 盡量試一下 遠離那些活生生的東西 慢慢去培養回大悲心 你記得 冷漠的心並不表示 我見到人海嘯 見到四川地震 我不會深呼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都會深呼 我們都會捐錢 但與自己有關係的東西 一旦那個情緣不在 恩愛不在 恩財失儀的等等這些 對我們有利害關係的 會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親心很容易起 慢慢慢慢之後 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很自然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保護自己保護人 都要了解 為何佛陀會跟我們說 殺那樣東西要小心點 第二樣東西 不道 一切欺詐的行為 偷騙拐騙 不問自取 他全部都叫做道 因為這個道 《後地藏經》裡有一章節 有一個chapter 講得很清楚 什麼人 他做了什麼事幹 會什麼什麼因果 盜取人家的東西 很容易掉下去 貧窮苦楚寶 其實這條數是對的 你經常偷人的錢財 你怎麼會得到一個 物質富裕的世界呢 因此一切的東西 不要以為是一個戒律 不是 他是告訴我 一個價值觀 什麼該做 什麼是不好去做 第三 不淫 正常夫妻關 以外全部都叫做邪淫 簡單點說 如果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懂得搜 正淫和邪淫的分別 而願意去搜的話 這個世間少了一半的暴力事件 或者少了一半的家庭悲劇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前面這三件事 就是身體的行為 再下來 就是嘴巴的說話 嘴巴的說話是什麼 一切不真實的語言 就叫做妄語 罵人就叫做噩口 那你說 別人做錯事 不能罵人嗎 你罵人的時候 你不要起個親心 你純粹是反映那件事件 是可以的 因為有些人不苛斥他 換句話 你不是罵他 你是說話大聲一點 他不明白的 有些人 你如果不說清楚給他聽 第六 兩竊 說明了 什麼人有兩條利的 整天搬屎搬飛的人 不兩竊 第七件事 就是異語 一切用文字的 或者用言語的 引起別人的淫慾的心 都是叫異語 七件事 這七件事 一個是身體的行為 一個嘴巴的說話 當然要去主導他 誰做主導他呢 這個 不貪 不親 再來 這叫做不慈 不慈 其實應該將他演變 不邪見 什麼叫邪見 這個世間沒有恩果的人 就是邪見 恩果不是佛陀發明的 只不過是佛陀正悟之後 由他一再提醒我們 這個世間本來的大自然的法則 就是在一個恩果之內 什麼這樣說呢 有些人不明白 聽到恩果 以為就是在講佛教 講迷信 如果講一句話的人 正正是一個無知 亦都是自己一個迷信的人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譬如給你聽 每晚你臨睡之前 你不去拆牙 或者你不去清理乾淨你的牙肉 我們簡單說不用牙扇的話 如果你是有這個因的話 你自然就會得到牙周病的果 對不對 或者醫生常常都講的了 你吃那麼多肥豬肉 吃那麼多油炸東西 如果又不運動又不吃蔬果 你自然很高膽固醇的 膽固醇高 你很自然有心臟病啊 中風啊這些果 對不對 這個因和果是大自然的發生 無論是醫學或者科學 或者是物理 所有東西都離不開這個因果 那所以 那些人說 這個世界沒有因果的人 那個是邪欠 合起來是十樣東西 你不去做的話 就叫十善 你去做的話 就叫十惡 問題就來了 有些人 他就會說 喂 我 每樣東西都做得到 唯獨一樣東西呢 我好嫖 我只是好嫖 或者我好爛口 好爛口 你的親心 好嫖 好嫖 你的貪欲 即是十樣東西 有八樣東西 其他八樣東西 你都不能撐 你只有這兩樣東西 壞了 對不對 但他人其他八樣東西都很好 他死了之後 那他去哪裡呢 他就去上天堂 看看你不同的天堂 在佛教裏面 他將天分得很仔細 你在人間做了些什麼事 你就會去到哪一個天 那就看了 你現在想一想 這個的說法 是完全完全橫跨所有宗教的 你回心想清楚 你沒有宗教信仰的 但是你做了八善 很多這些人 他沒有宗教信仰 他都可以是 十善裏面 他可能做到七樣 做到六樣 做到五樣 甚至做十樣 他不需要一定有宗教信仰 那這些人死了去哪裡 難道真的他沒有宗教信仰的 就不去到其他這個天國嗎 他一樣去到 只不過去哪一層天 我們現在回來講這個都利天 這個都利天是我們人間對上 我們人間對上的天叫四天黃天 佛經後面有講 再上就是都利天 佛陀他媽媽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大福德的人 他自己的福布很重 所以佛陀出了世母的Light 七天他就死了 他乘著在人間今生的福布 他就去了都利天 但是 但是 這個都利天有他的壽願 在這個都利天的一宗夜 等於我們人間一百年 但是都利天那個壽願 可以有一千歲 一千年 他的一宗夜等於我們的人間一百年 就是說 你們如果各人 隨便做到九善 你八善 你已經可以去到這個 假設你去到這個都利天的話 讓你去那裡 算了 你就去那裡 享這個都利天的天福 享一宗夜 哇!享一宗夜 即是人間的一百年 你為什麼不捨得呢? 你的子女 打個黑痴 不知什麼事 已經 又到了 你都見到他了 是不是? 但是因為大家都未成罰 因為 假設十樣有事 好像剛才做過的譬如 他十樣有事 他就是壞了什麼呢? 他壞嫌 他沒有結婚 但是喜歡爛滾 是因為這件事 對於身體上的淫慾 他放不下 其他事情 他做都不能撐 假設你要去到這個天 八樣做得好 還有兩樣 他在都利天公 假設他是都利天公的話 他受完盡了 他回來人間的 他回來人間做什麼? 那你之前那兩岳呢? 那條因果 那條素是誰? 要去做的 要去受回的 受回的意思是什麼? 你要去學 怎樣去放下 你過去 你放不下的執著 那個執著 可能是來自一個貪的念頭 可能是來自一個不甘心 可能是來自一個小器 因為有些人 他今生的 遇到的治愈 他問我 是否去懲罰 什麼事幹 我們會覺得是懲罰呢? 通常就是病 被人來看我們 或者 我是否做錯了什麼事 為什麼我要得到 自己的身體 有什麼殘障 殘疾 或者是否這個 我和我先生經常吵架 我是否欠他 他是否來懲罰我 那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用這個因果的觀念 嘗試去解釋給你們聽 婚姻關係不好 或者是自己的身體不好 或者是你遇到什麼疫境都不好 既然是你上次 在同一個環境之下 你做了同一件事 只不過你未學到 今次要繼續學 你要當是學習 不要當是一個懲罰 說得再具體一點 讓你容易明白 病 病來到的時候 又是癌症 拖得很辛苦 是否我過去生做了什麼壞事 現在你懲罰我 你不要這樣想 你只可以想 可能是過去生裡面 殺那條 你未做得好 你不懂得尊重生命 這個生命可能是人的生命 或者是天上飛地上走 水裡面有 你未懂得尊重他 所以 在佛經裡面有說過 什麼人今生會多病 短命呢 就是他耗殺 既然是這樣的話 大家在病當中就會認識 第一個 就是說 這個不是一個懲罰 他只不過要我在病苦當中 知道 原來是這麼辛苦的 在病苦當中那個驚嚇 那個不安 說過更深入一點 我十七歲那年去加拿大讀書 就去Rome and Bort Rome and Bort意思呢 就在人家那裡住 就包了三餐的 那那個包租公、包租婆 就對我非常之好 他一到遇到大假期 一定帶我出去玩的 他玩什麼呢 打獵 我們香港的人 哪有機會拿槍的 更加不要說打獵 是吧 我很記得他教我 怎樣抬那支槍 那些槍呢 你一上了那個把 要拉 拿雞 要拉的時候 砰 那一下出去一下 那個雞會反後退 反後退 那個回力很厲害 因為我很瘦 經常 碰 撞到我的 很痛 那個肩膀 你靠肩膀承住 頂住 那支槍的回力 那我太瘦 好彩我瘦 還有 每次我就說 我不打動物 我打罐頭 放罐頭在那裡打算數 打過一次 我不打了 撞到瘦了 幸好 後來明白了佛法之後 就說 因為當你去 砰那一下 就算你沒有打到動物 旁邊那些鹿 去打鹿 瘋了 在鏡上 不停飄 不停飄 當時看到的心 就說 人家好好的地在那吃飯 等於你又開飯 有人在你身邊 砰一下 不是打你 你跟我馬上走鬼 對嗎 對嗎 要不就蹲下 心很慌 是不是打劫 這些心理很正常 所以我後來 明白了佛法之下 我真是罪過 幸好我生得瘦 嚇到他們 不止 還要 如果真的打死了他們 那條數是怎樣 那個媽媽死了 那些鹿仔 就在那找媽媽 到處徘徊 有些鹿仔死了 媽媽在那叫 很慘的 他們就拿那隻鹿仔 去引媽媽出來 再打 去到後期 我們想回 如果這個是一個媽媽 和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死了 媽媽當然在旁邊 放棄 拿不到的人 都拿回屍 拿回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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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是不是很殘忍 這個就是殺 所以後來 包租公 他中風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他對我很好 我們後來 有這個詩信來往 我知道他最用的風 我都覺得很慘 他那種的經歷 或者那種自我的消沉 是否正確 我不是說中了風的人 每個人都在受惡 不過 如果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懂得知道 病離忘 我們的時候 必然是我們過去 第一 飲食不節制 自找的 第二 生活顛倒 只顧著賺錢 賺到錢的時候 拿錢來買藥 這是神經的 是嗎 所以 這兩樣東西 是我們後天造成的 第三 有些是先天的 先天的那些 就是果報來的 那果報來的 不是懲罰我們 是甚麼呢 要我們知道 在生命入面 假設如果是病的話 你必然是過去生 不懂不尊重生命 那今生病 來的時候 自己在受苦 就知道 不只是我這個生命 是要愛惜的 其他人的生命 乃至天上飛地上走 水入便游的生命 都要愛惜的 佛教裡面有一個經典 在說佛陀 他曾經教一個出家的弟子 醫農瘡 2500年前沒有癌症 他的瘡其實等於 我們今天的腫瘤 他教他怎樣醫 他就叫他念一個咒語 那就醫好了 後來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咒語 我說這個咒語 因為佛陀的徒弟一定是食咨的 如果你要念這個咒語 而醫你身上的瘡 無論是惡性的或者是良性的 你一定要食債 因為如果是這個大自然的法則 你是覺悟到了 以我剛才所講的病裡面 是以尊重生命為一個基礎的話 為一個基本的叫覺悟的因的話 你有了這個覺悟的因 你才可以受到那個覺悟的果 即是說 那我以後不再做了 因為你不再做的話 那個覺悟希望可以慢慢 可以得到消融 可以得到轉化 可以得到改變 但是你嘴巴一邊 吃著其他生命 邊去念這個咒語 是不會好的 因此我現在沒有再去講 這個咒語給別人聽 原因我不想別人 落入一個匪磅 都不靈驚 不是不靈驚 是你沒有跟著那個規矩去做 明白了之後 你就知道 原來講這個十善 你是橫跨任何的宗教 你做這十善的話 你就可以去個天 你不做的話 你就看看 要是落畜生 要是做地獄 要是去鬼 人死了之後 不是一定變鬼的 這本經書日後有講的 其實這本經書裡面 很多東西 是跟我們現實生活環境很吻合的 譬如說 我家人死了 我想知道他去了哪裡 那應該怎麼做 或者家人死了這麼多年 那我可以為他做些什麼 又或者人臨死之前 我可以為他做些什麼 這本經完全講了一個正確方法給你聽 而你是不需要花一文錢 更加不會被神棍騙你 那你就知道這本經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開始的時候 佛陀要跟他媽媽去都利天講 因為簡單說 他媽媽在都利天的壽願 即是說他去都利天的壽願 假設是一千年 他都要再回來人間 對不對 他還未成佛 十善入面 或者十惡入面 他肯有一兩條未做得乾淨 不然他都成了佛 他要回來人間繼續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佛法的種子 他很容易抵受不到誘惑 很容易墮落 一時之間很難去意會 怎麼說這個種子可以影響到我們 拒絕一些誘惑 有些人很容易被環境污染 被一些不正確的價值觀污染 但有些人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這個種子 這個種子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聽這個地藏經 無非都是要重新給我們一個價值觀 讓我們一個正確的種子 今生不會走錯冤枉路 今生不會走錯路 不會走錯冤枉路的話 來生自然 那條路就萬事萬長 當然很多人會跟我說內生的事 誰知道 好呀我們不要說內生 我也不喜歡說內生 太遙遠了 好像太遙遠了 就是說今生 這個世間 那個的那個是很快的 不需要一定是抵動內生的 慢慢你看到經文內容 還要逐一逐一 我會說一些真實的事例 去引證你們 你們就知道了 但起碼簡單你們就知道 原來地藏菩薩本願經 是佛陀 他是天上 這個天叫刀利天 為他媽媽說的 因為他要報孝恩 怎樣報孝恩 平時的子女 我們在現在這個人間的梳婆世界裏面 最厲害的就是 考不考信父母 有呀 我逢三十晚都會跟他吃團年飯的 都挺好的 都多一點的 我好一點的 我母親節都會有見一下他 哦 這樣都挺好 再好一點的 每天都有一個電話的 再好一點的就是 家用從來沒有停過 再好一點的 每個星期天跟他出去吃飯 哇 很好啊 你這些人中孝子來的 已經是 真正的好 是你要將父母 將佛法給他 這個是真正的好 因為這個佛法給了他的話 他日後有了這個種子 自己收 你不要說他幾十歲了 都不知道怎樣 你管得他 各人的恩怨不一樣的 你知不知道 可能他過去生已經有這個種子了 你今生再帶他 他只不過把這個種子引出來 他可能更精進 最重要是 他後著 可以靠自己 靠自己的意思就是 佛法是說 人是自己靠自己的 不過 不過什麼呢 迷途 軟弱的時候 難免我們會求 菩薩 求主耶穌基督 求誰 麻煩你幫幫我 可以 這個是迷糊的時候 或者是軟弱的時候 但是 真真正正 要幫自己的 是自己 迷途的時候 暫時被這個肩膊 你捱捱蹦蹦蹦的 找菩薩也好 找誰都好 可以 但是那個不究竟 要自己靠自己 所以 在本經裡面 他會講了很多方法 怎樣去自己靠自己 那我們再來 今堂開始由哪裏講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的上次講到 又出種種微妙之音 是嗎 好 你們讀給我聽 我們每一次開經的時候 先來看看 這個第八頁 有一個要懷著感恩的心 多謝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老師是哪位 第八頁 最多最後那項 南無本師識交貿離佛 讀三次 合掌 南無本師識交貿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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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面 開經 開經 你希望他怎樣去加持指導我們 究竟是求什麼 願什麼 你看看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不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然 如來就是佛陀的另外的一個 我今見聞不受辭遇 我今見聞不受辭遇 願解如來真實意 如來就是佛陀的另外的一個專稱 希望能夠了解經文佛陀你所講的說話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開經解 然後開始讀經 為什麼我要教你這個步驟 你回到家自己讀經 就是這樣開始了 了解嗎 然後就開始了 地藏菩薩本願經 開始讀了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都利天 每一句的右手邊一個圈圈 意思就是給你呼氣 即是那句完了 了解吧 我們很快地讀一次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都利天 唯無說法 已是十方無量世界 不可說不可說 一切諸佛 及大菩薩摩荷薩 皆來集會 讚嘆色交茅離佛 能於五族惡世 然不可思議 大智慧神通之力 喬伏光強眾生 知苦樂法 各顯示者 聞順誓尊 詩事如來嵌宵 放八千萬億大光明雲 所謂大圓滿光明雲 大慈悲光明雲 大智慧光明雲 大波野光明雲 大三美光明雲 大吉祥光明雲 大福德光明雲 大功德光明雲 大貴意光明雲 大讚嘆光明雲 如是等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今堂就由下面開始講 佛陀 正是要開始說法的時候 有出種種微妙之音 所謂什麼音 彈波羅蜜音 彈波羅蜜音 這個字怎麼讀 你看看後面 雷音 出如是等不可思議 佛陀佛陀 忍辱 忍辱的意思就是 受到任何的侮辱 或者屈辱 我們都要忍耐 彈波羅蜜音 听经文法 譬如你了解到一句经文的义理 就像刚才那样的开经计 如果有人说 我不懂读经文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态度 应该怎样 那你跟他说 开经计那个都挺好的 你跟他解释开经计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都叫法的保识 了解没有 那再下来 这个最了不起 无畏思 一个人在惊王当中 惊恐当中 你能够安心他的心 这个就叫无畏思 你看看 三种的保识 为什么佛法里面 要把它分得这么仔细 三种保识 哪一件事最容易做 没错 给钱不了事 没什么 法师就 你自己都要了解一下 那句是什么 你才可以消化了 再为别人讲解 对不对 你开始要投入 自己有付出时间 他了解 再下来 无畏思略 别人在惊恐当中 他不知道 比如说 就来死 他不知道 人死了之后 去哪里 或者现在突然 医生宣布 他有cancer 他很害怕 他不知道怎么办 你要安一个人的心 第一 你是不是有耐性 第二 你要肯听他说话 并且用最大的慈悲心 安抚他 那个时间 耐心 坚持 慈悲 那个层次上 是不是要比前面 这两样东西来得多一点 所以 虽然是一个谈波罗密音 谈的意思就是布施 为什么要叫波罗密音 一切的圆满 就叫做波罗密 布施上面 都有一个叫所谓的 真的叫圆满 什么叫圆满 很简单 很多人都有去 有这个经验 做过移工 过去 我曾经有一个 很深刻的经验 就是 跟在座的 一样的 上堂的朋友们 说 我们今次 做一个生命的教育 什么叫生命的教育 我们在这个布施当中 去体会 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会发生了 一些错误的事情 义不自知 有什么事 去做义工 就做义工 有什么错误的事情 发生了 义不自知 好了 我们开始了 当我们去 夹钱 一起买礼物 去探某一间老人院 那次不是探老人院 去某一个村 大型屋院 那里比较住了 是其康会一起合办的 多住了一些 孤寡的老人家 那我们就上门 上门当中 事前 其康会已经 发信 发电话 通知了老人家 说几时几日 有什么人来 他们会带着 有什么识别证 好了 说完了 到那些义工叮当 去到门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你放下礼物 你不用进来的了 你走吧 我没有打算跟你聊天 回来之后 我们做分享了 他就会觉得 很不开心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贪心 你们想一下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们想想 你去做义工 你去送礼物给人 他一定要出来 跟你说多谢 他一定要跟你说 拜托 你这个人的礼貌 他没有叫你去 你自己要去 我们每一个人 不其而言 当你要去付出 事的时候 是很自然 我们有一个叫 期待的心 鬼佬话叫 expectation 你有一个期待的心 就是希望得到回报 回报就是一句 拜托 也叫回报 了解没有 如果能够做一个 布施 可以去到这个叫波罗蜜的 意思就是说 没有这个所谓的期待的心 很简单 好像我刚才 有一个同学 他专门教一些 癌症患病人 用我们过年 剩下的很多的 礼士风 去做一些的 特意 比如后面那只孔雀 他就送了给我 我就送了给一些义工 那些义工就说 你送给娘 我怪在哪儿 香港人的地方有多大 是吧 我说你扔了它又好 转送给别人 好 你当废子者 好 我不管的了 因为 送了给你的东西 就是你的了 你要怎样处理 就是你各下的事 但通常呢 我们普通的人 就不是的 我送了给你的东西 你这样扔法 你没有搞错啊 你 或者我送了给你的 标给你 为什么不戴啊 或者我送了给你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这么转送给人啊 诸如此 有没有 我们有这个心 当我们做任何的义工的时候 我们要做布施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送给人 或者我们做义工的时候 对方不笑 你还要他来entertain你啊 你去做义工 还要他来应酬你 跟你笑啊 你没有搞错啊 那你就知道 我们是几傲慢的一个人 你做义工很厉害啊 你很聪明啊 你就不要去做了 是吧 你什么应有的礼貌啊 你错了 这个做义工应有的态度 第一条 就要行这个布施波罗蜜 什么叫波罗蜜 你不要有憧憬 不要有期待的心 你真心做了出去 就行了 对方是怎么样 没有你同我的事 又或者有些人搞不清的 记不记得 在座你们呢 都有份捐个钱 我们集资 捐给东区尤德医院 买个洗肾机嘛 多了个钱 我们又给了 他们那个癌症中心 用来做个标靶 抽那个癌细胞 那个机器嘛 好像没有你们粉的 你们的反应 有没有你们粉啊 有些有 有些有没有 好了 在这个当中 怎么样去看过波罗蜜呢 有些人就会说 做什么事 要捐给他们呢 那些这样的 神病的人 当中很多有钱的 他们走来整股造怪 拿政府的东西走去洗肾的 钱给了就算数了 至于当中 有谁在那里 作怪什么事 他们自己因果自负 没有你同我的事 尤其是政府公帑的东西 是十方的 十方就是好像你们 我们加份捐的 不是说某一个人的 他欠就欠十方 欠十方的钱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 披毛大国还 什么叫披毛大国 你想想什么东西是披毛的 又可能会带国的 畜生 哇 为路又为马 披毛大国不是做 四个雍服侍那只 为路为马去还 帮人耕田 或者做仗要表演 做马 给别人跑跑跑 3号3号2号2号那只 你知不知道 3号3号2号2号 如果你遇到那个主人好 你退休那天 都要有好茶饭给你吃 曾经有个人跟我说 他养那些马 一跑不了 到那样 他们就被他死了 是啊 那个死的方法 因为省钱 子弹都不然用 用一些很残忍的方法 不要说 佛陀就开始先教人讲报师 为什么他要教人讲报师 因为 有一些人 他没有办法一下就跟你说 斯波罗 斯波罗的意思是持戒 他没有办法守十线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守十线 可能他没有时间来听经 或者他觉得这十样东西里我做了 十恶里我做了 我最喜欢的 那你叫我离开 事大一样我都选不到 没有办法了 那你起码给他一个姻缘 他先 那个姻缘就是给他 为自己种下一个福德之良 资良的意思就是 我们看不到的钱 广东话叫因德 其实这个就不是 就是说因德 你都给个机会 他为自己种下的资良 所以这些人 你只可以跟他说报师 但是这个斯波罗的意思就是持戒 持戒 刚才就说了 你在那个价值观里面 十线的价值观里面 我们比较 不会为自己种下不好的因 不会有这个不好的因 日后就不会受这个果 我记得 当我看回经文有一章节 说什么人会受到惊狂 经常就很多的幻觉 有人跟自己 有人要打自己 在那里讲白点 神经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惊狂的迷糊 因为你曾经惊吓过众生 我看到那个经文我很害怕 我就打过一日猎 很害怕 包租工你什么不做 带我去做什么 因为拉鸡 那一下人也害怕 虽然那个鸡是我自己发出去的 我也躲一会 然后看到那些鹿 都疯了 走啊走啊 天上树上的鸟 一声 那一些鸟就飞了 那些穿起 漫无目的 好像我们走火警 疯了地走 我看到经文的章节 除了是很忧心 日后自己要受这个果报之时 也很忧心人们因为不明白 而去继续那个怀疑 而为日后自己 受到那些病的时候 我觉得真是 你那一刻的欢愉 换来神经 是很痛苦的 这个就是人的无知 所以佛陀他开始 要跟大家讲 布施 说为什么要持戒 再过来他说 撑提波罗物音 什么叫撑提波罗物音呢 忍辱 人家对我们的侮辱 我们都要去学习忍耐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忍辱很重要 你如果做到的话 你可以发挥到你个人最大的力量 普遍的人 只会想到 被人把 或者被人误会 或者被人无理取闹 这个都是一个屈辱 换想一件增途 出了家之后 回到香港 香港人对出家人的态度 非常之差 失惊无常被人说粗口 我都不知道谁得罪你 行街而已 大佬 行路而已 你倒马关我什么事 那天 骂到我们 神经的 你知不知道 越是这样 我就越要 经常在那些闹市 你整个City Super 看到我 时代广场 看到我 最烟的地方 看到我 为什么 你们习惯一下 我们出家人的相貌 见惯就不怪 奇怪就自怪 你自己见识小 所以湾仔 天乐里 我时代广场 出入一带 没有什么人 现在会骂我 因为见惯了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人的迷信 人的无知 当然我们出家人 都有责任 为什么 我们没有将那个政法 很好地 很正视地 去传播给大家 为什么我要在小同群 议会摆这个 为什么我要去电台 要讲 医院会请我 去跟前线的医护人员 讲 为什么会 请我去跟社工 说因为社工 前线医护人员 压力很大 为什么会请我去 是因为他们知道 原来这个佛法 其实是很科学化的 原来这个佛法 是一种很好的东西 不是绝对 不是迷信的东西 我就因为将这个忍辱 我不敢说 我做到波罗蜜 波罗蜜的意思 就是圆满 现在说回我也还有 激心 说回还会有时候 那些的激气 或者被人骂粗口 那个委屈 无奈 我还有一个情绪 就不是波罗蜜 但是我尝试去做到 既然你们 是对我有个歧视 因为你们的无知 让我和你们继续 无知下去 我应该针对你们的无知 说给你们听 你是错的 你们对我的看法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处理一股的力量 做好我们出家人的本分 让你们知道 原来佛法是一样 这样的事情 在乎因为我们的 这个忍辱 这都受到了 就算不在说 这个穿着真袍里的 了一 平常的我们 在现实生活上 譬如你说 以疫情 夫妻关系 也很改变 或是身体残障 让人有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都好 你们只要记得 你们要坚持 别人的错 别人的不明白 别人的无知 义不表示 我们就要在地獄 严格来说别人的无知对我们来说不增不减 我又没有肥又没有瘦 我们应该坚持做好我们自己更加好的本分 让别人看法原来他们是这样的 无论是否歧视我们残障也好 或者歧视我们单亲也好 歧视我们什么也好 这个是他的问题 不关我们事 我们如果这个觉得是屈辱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跌了别人的陷阱里面 我们应该更加自强不食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跟我们讲 导师如何去积我们的资粮 持戒如何让自己有正确的价值观 再来这个撑提波罗密音如何去忍辱 有我们就可以更加为下一次 或者是我们人生 不要说下一生 为我们人生做得更好 知道吗 我们现在金堂讲到这里 下一堂由皮利耶波罗密音讲 什么事 阿弥陀佛 刚才那个先生举手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东西想说 三静欲为什么 三静欲 如果是特意你自己要去汤的 你不好吃 特意为你而去汤的 你不好吃 你听到他哭 听到他叫的 你不好吃 远离这三个的关系之下 就叫做三静欲 别客气 阿弥陀佛 我们就不拍掌的 我们用阿弥陀佛来取代骂人 赞叹 你想骂人的时候 你就 阿弥陀佛 一切的恶口就可以吞掉了 阿弥陀佛是一个佛号 是一个佛号 无量刚无量寿 这样的意思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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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